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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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嗯 我們正好需要你這樣的一個人才 是吧 嗯 你你是 黨 黨員 黨員也有好冷的 哼 今年年初 有个不知道算好消息还是算坏消息 还是这他妈竟然也算消息的消息 出现在媒体玩家的视线中 我天朝官方明确调整了 上海自贸区法规文件的决定 其中有一个内容是这样的 允许外资企业 充施游戏有益设备的生产和销售 通过文化主管部门内容审查的游戏游艺设备 可面向国内市场销售 哦这个决定啥意思呢 就是说在中国长达13年的游戏机经历 算是正式解除咯 从此以后我们可以明目张胆 正大光明的在大陆市场上购买正版行货游戏机 同时那些外来的游戏硬件厂商微软任天堂们 我已等待了千年 为何城门还不开 的日子也正式宣告结束了 一时间各大游戏论坛上的玩家都在憧憬着美好生活 官方中文版的最终幻想 普通话解说的实况足球 以及由柳妍林志玲和周伟彤本尊出演的野球拳等等等等 作为这三位姑娘的球迷 我感到很高兴 这是来自玩家的 来自市场的反应是这样的 这个解除令出台的第三天 敏感的证券市场就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当天索尼股价上涨了1.39% 产品风格更加意志化 而被认为更容易通过审查的任天堂 打涨10.76% 总裁带人严田聪的嘴巴都要笑歪掉了 用一首歌来表达他的心情就是 首先要说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13年来我们真的是有游戏基金令存在的 全称是叫做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摘 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你们一定不知道对不对 我也是 造成这种印象误区的原因也是非常的似曾相识 打动人心 山寨多如狗水货遍地走 通过PS一代主机大获成功的索尼 和企图重整河山的任天堂 13年前在刚刚撬开中国游戏市场的时候 是满怀期待的 各种春风得意马提及 他们不停地输出中国玩家之前 根本没有想象过的游戏和游戏机 给中国市场这位女神评送秋波 结果女神对她们也是非常的好 怕她们浪费钱就对她们说 你神神吧 就是这一纸禁令 直接打出了沉吨的伤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相爱没那么容易 每个人有她的脾气 对不对 当然这纸禁令的存在 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们现在多少也知道 无非就是一贯的拿枪拿掉 比如玩无丧志的传统社会舆论 造就了谈游戏色变之类的 我都不惜的多说跟你讲 它造成了另外的一个影响 就是我们的游戏机获取渠道 被迫从正规购买 进入地下党模式 你不让我买游戏机没关系 我来自香港台湾 我从日本韩国偷渡而来 哪怕价格比正版还贵上好几百 也阻挡不了玩家的热情 现在的人们 据说把妹搭讪要牵萨摩松师 开马萨拉蒂 实在是太low了 一点上流社会的逼格都没有 我们那会儿可出息了 只要瞧上哪家小姑娘 都直接跟她说 去我家做作业哈 我教你小霸王其乐无穷 分分钟搞定 五湖四海的夹带走私 毕竟是少数 主要让游戏主机商 气不打一处来的 还是中国人超强的模仿能力 唉 这个想必不用做过多介绍 当时世人只知小天才小霸王 人间哪有人天堂 中国人牛逼的盗版能力 总能把外来的主机商 殴打得像漏气的女朋友 怎么吹都吹不起来 当然你会说 游戏机场上的生存模式 又不是靠硬件过日子 人家是靠卖游戏来进行 二次增值的好吧 好啊 所以我们破解游戏也是非常的厉害 简直技能max 对不对 总之玩的需求和利润之间 架构起了一条地下产业链 并一直坚挺了13年 人生非常喜剧和幻面的就是 也就是这个不能摆上台面的灰色产业 却陪伴着多少80后 走过最美好的那些日子 满男色酸辱 酸酸甜甜就是我 我要娇小可爱 我要英俊帅气 我要聪明灵灵灵 能乃能气 长相英俊 装备华丽 还能陪我聊天 唠壳地 没声音 再好的戏也出不来 解禁后的游戏机会迎来一波销售春天吗 关于这个问题我是有很认真想过的 为了做这期节目也是查了好多数据资料 包括日本韩国欧美等各大市场的平台游戏机销售情况 然后我做出了一个艰难的结论 我不知道 看我干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你妈这里是中国好吗 说起来我们可以做个预见 主机销售成绩上虽然不至于因此大杀特杀 但总有潜在的大量游戏主机控们会越越欲试 前提是你需要在满足有关部门吃拿卡要的基础上定制一个合理的盈利售价 当然了作为交换条件我们想都不用想 索尼温软任天堂们一定会要求有关部门上点心 一定会反复刀壁刀地捏起天朝的盗版和水货 这个事儿我好了说就叫做 我来阁城只办三件事 公平 公平 还是他妈的公平 电脑前有专门从事做盗版水货的哥们儿有没有 我跟你讲 遇到这种情况你们不要怕哦 无非就是接下来日子难过了一点 但咱们好歹也是看过二三十年新闻联播的人 各种坑门拐骗也是信手拈来 多大个事儿对吧 解禁后的平台游戏需要直面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天朝的游戏审核 回到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一句禁令解除的规定 通过文化主管部门内容审查的游戏游艺设备 可面向国内市场销售 说起官老爷的内容审查 想想当年的魔兽世界吧 甚至悲观一点来讲 搞不好在官方销售渠道上 我们还见不到义书和魁爷 以及众多3A大作 邱达脸 更别提GTA系列这种三观明显不够伟大光荣正确的地腹反坏右 妈妈请再打我一次 至于日本的H游戏 求你打死我 不是威严耸听 反正就是感觉特别美谱 相比之下体育竞技休闲类游戏 或者门戏少女动漫风的冒险游戏 不论在哪个平台都是很安全的 幻想神域说 哦哟 你这个广告打得就很好 而主打意志类游戏的任天堂更是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那笑声和光同城 沁人心脾 仿佛一块肥皂掉到了地上 满足的交喘充满了整个浴室 这他妈又是什么破比喻 你会不会写稿 当然我们自家的国产主机游戏基本上不大会存在这个问题 3A是一个梦想 既然说到这里 我是忍不住再嘚瑟一下 此情此景是不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 中国电影电视剧行业的审查制度 广电总局的每一次发言都能终结一部尺度作品 每一次阉割都能成就一段屏幕前的叹息 经过反复的用力挤压 肉质的弹性被发挥到了极致 显得异常进食 这样等到出锅后 吃起来的口感会显得特别有嚼劲 长此以往 我们的广电总局就被人民群众亲切地称呼为 眼尖上的终结者 当真是明星所向 众望所归 啪啪啪 难道这是名 主电影生在那风尘过 赞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砍几个人 顺便也自我批评一下 一个始终需要正视的事实就是 游戏机在中国经历了从小霸王齐乐无穷到电子海洛因 舆论上是各种不受待见 官老爷们似乎都不大愿意了解赌不如书的道理 不大愿意接受应该让市场自己做决定这个事 所以干脆直接一直进风 可能到了今天发现有巨大牟利空间 哇塞这么赚钱呢 然后再一直解封 这种变化的原因你千万别跟我说什么时代趋势 历史必然 你别给我装 骗谁呢 我已经长大了 不喝成长快乐了 世间事就是这样 反正就那么风沙了 就那么解禁了 就这么和谐了 也就这么挂机了 一切都在营练之间就是了 这就是Chinese 这就是转业 人在做 李白在看 第二个惨不忍睹的事实是 不管此时此刻中国的主机党 电玩党表现得多么的高贵冷艳 多么不识人接烟火 但相对于反复被人吐藏谩骂的网游业游玩家 他们只能属于绝对小众群体 小到我都不爱去输你 更多数的玩家还是热衷于免费的 固定模式的 快残留的 一键走天下的 给厂商送钱的 这就叫干一行 爱一行 兢兢业业为老板 看懂了这一点就会明白 很多传统游戏媒体的消亡都是迟早的 很多经典大作的转型也是必然的 甚至不用多久 像新体味这种傻不辣 甚至不用多久 像新体味这种就几个傻逼自己玩的逮劲 完全不管商业营销效果 老板看了会沉默 客户看了会流泪的二流节目 终有一天也得二十投 我赌五毛 你服不服 游戏主机的捷径 毕竟是又一次 理直气壮地把游戏带到了阳光下 让不少主机控电玩档 终于完成了几乎所有中国的游戏玩家 都需要纠结的成就 与世界同步 这种欣喜与期待之情 就像当年我们都知道 喜欢玩的是盗版水货 是跟隔壁家哥哥一块偷钱买来的 又能怎样 架不住自己喜欢 当年食指不沾阳春水 惊来味君做羹汤 我乐意啊 我也愿此时此刻 你的世界能有新的执迷不悔 经过的路人和我们那是一样 真的永远无法和你在一起 但我会微笑着潇气远方的你 我真的只能唱歌给你听 因为长大好的世界还是分不清 一颗心不大的地方有许多许多迷 明天的电话里依然是我想你 我真的只想唱歌给你听 我真的只想唱歌给你听 我真的只想唱歌可以听